512大地震的时候在四川省平五县一阳村很多的房屋都被震碎了 现在在河北省原建方的帮助下一阳村被整体搬迁 在距原汁几公里的地方村民们120多栋新房屋已经拔地而起 房子建好了产业有了基础一阳村正开始崭新的生活 今天主持人柴静就带我们走进一阳村 一起参加村里的年轻人朱文颇具枪足特色的婚礼 我们到村里头才发现今天村民不太多 后来打听了一下说今天有一家办喜事 而且呢也是刚刚办的新房的双喜临门 所以村里的人都去帮忙了 我们也去凑个热闹看一下 今天是您家办喜事啊 恭喜啊 恭喜恭喜 我们今天是娶媳妇是吧 今天娶媳妇 很高兴 今天里有多少人啊 今天大概有三百多四百人 你们村里头一共多少人 我们村里有四百多 那不就差不多都来了 都来了 还有个新媳妇来了 在地震之后村子里头有过这么大场面吗 没有没有 地震一样都没有这么大场面 刚才周大哥跟我说 他这个房子大概建了一百八十平米 上下三层 现在娶了新媳妇之后呢 一家四口住 建这个房子一共花了大概是十一万吧 然后他们自家掏了六万 其他呢都是政府和这个来自社会各界的一些支援 把大房子给建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他们贴的这个新的洗帘 上来是饮水思源 时代铭记报国恩 横批是祖国万岁 好像跟咱们平常在这个结婚的家庭当中看到的对聊有点不太一样 主要是地震过后 我们整个村98%的房屋都倒塌了 有没有地方修房子 回家和我们远见单位 把我们选择 重新把我们的新家修起来 其主要目的呢 主要是感谢主轨 感谢我们河北人民 虽然要结婚是大事 我想呢我们家人觉得这个搬新房是比结婚还是先大 还要大 是 太野新房了 可以过去 那您带我们 邯郸秦深 你呢 为什么叫邯郸秦深呢 邯郸在远见我们 他们帮助我们建访 也帮我们修公路 基础设施都是河南 人在给我们 卷处给我们公共浪 所以说我们很感激所有协部队对面 留表心意 但是今天来的不都是说你们自己村里的 我们邀请了这个河南智慧部的 人过后 全国人都支持河南人 付出很大的兴趣 所以我们今天切别邀请他们来 累不累 累 高不高兴啊 高兴 姑娘怎么样啊 到新家的感觉 非常好 非常高兴 你今天得大岁是 我今年23 你们俩是地震之前认识的 还是之后认识的 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的 自己自己谈恋爱 自由恋爱 为什么会定下在这个时候结婚呢 这个日子比较急 你帮新家 一起 结婚和搬家一起 今天这九期场面很大 所以村里的亲戚朋友都过来帮忙 帮着准备 看见这些菜呢 会让我想起来地震刚发生完之后呢 村子里有人跟我说 那时候都只能从地里面 把土豆和窝笋挖出来 或者从废墟里头把腊肉找出来 维持当时的生活 今天呢光是这个原材料的采购 说是有就花了一万多块钱 因为呢要是摆流水席嘛 所以一共大概要摆差不多 四十桌左右 这是自己做的还是外层买的 自己做的 你得做多少时间啊 这么多 一天能腌好 这得盛出来多少盘子呀 二十四 一新房子什么感觉 欢喜嘛 结婚店呢 现在开始 名划走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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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新娘 天上新娘 早入结婚店头 请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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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会长 今天 首先请 我都满了 满了 咱就试一下意思 看他这个事情 你各个活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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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当地参加过这个 没有 那这是第一次参加的 嗯 路修好了 老板像他自然量的酒 给我们送一次送了一百斤大 自然一百斤 嗯 还给我们送金钱 嗯 一百米 关系挺好 这片山坡上 现在种的全部是杂树林 一阳村呢 每家每户大概能够有十亩左右 等这些树木成材之后 他们就把它卖给一个专门做高密纤维版的公司 应该说收入还不错 之前我们曾经担心过 因为现在房子全部都是建在原来的耕地上 那么地怎么办呢 现在村委会说呢 他们打算把原来被泥石流淹没的那个房屋的原来的位置 再复耕 变成耕地 这样大概每家每户会有三亩左右 这样一阳村的村民的生活应该不会成什么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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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